女孩盯着一只小强 这只小强卡在缝隙里 女孩伸手把小强拿了出来 随后紧直接送到嘴里 大口大口地咀嚼了起来 女孩的癖好还真是奇特 女孩叫恩惠 外表是个人类 其实是一名石蛮者 她所持的小强就是贱满 这种小强 人类是看不见的 只有贱满大量出现的时候 恩惠才会出现 吃掉所有的贱满 保护人类世界 这天小鸭鸭看见 如潮水一般的贱满 向学校涌来 数量起半有上万只 阿英是一名驱魔师 从小有阴阳眼 她能看见灵体和一些怪物 怪物在她眼里都是果冻的形态 用宝剑直接就能消灭 阿英的职责就是保护学生 这名男生被女友戴了绿帽子 竟然脸上开始长绿色的植物 看来是被绿帽怪附贴 只见阿英宝剑出击 一击地山 直接干掉了绿帽怪 就像男生 阿英看到小强 准备拿着小强宝剑 准备干掉她 但无论阿英怎么敲 贱满都毫发无损 此时 恩惠从阿英的身边走过 恩惠扭头看着阿英 这一眼 两人都心知肚明 对方都有超能力 阿英的保险 可以清除那些果冻怪物 阿英只能先把贱满 抓进瓶子里 再想办法处理 贱满很快在学校里肆虐 被咬的同学们 浑身红肿 奇恒难忍 阿英的小意识 都是被咬的学生 阿英忙得手忙脚乱 恩惠因为吃贱满 身上有种难闻的气味 同学们都笑话她 但她不在乎 抓起同学身上的贱满 就快速在进嘴里 她的职责就是 吃掉所有贱满 保护大家 知道阿英也能看见贱满 恩惠找到阿英 告诉她 贱满是不死身 只有自己的胃酸 才能消灭贱满 说着 就把阿英抓住的贱满 放进了嘴里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看得阿英紧锁眉头 头皮发麻 恩惠又告诉阿英 自己是一名吃满者 但她不会一直存在 只有贱满繁殖的时候 她才会出现 学校就是恩惠负责的地盘 吃掉所有的贱满 她就会消失 阿英突然开始心疼恩惠 她好奇地跟在恩惠后面 观察她 恩惠的是两斤人 吃饭的时候 面前的食物对成衫 基本是五个人的饭量 直接吓呆了阿英 平时也是一直零食不离手 任何时候 都要大口大口吃东西 她好像永远都吃不饱 终于 她因为吃的太多 消化不良 找阿英要喂药 原来食物能让恩惠 分泌更多的胃酸 才能消化更多的贱满 阿英递给恩惠一大把味药 更加同情恩惠了 为了消除贱满 忍着胃疼 也要吃那么多东西 教室里恩惠趴着 肚子疼得厉害 来到阿英这里 没想到 是她第一次来离家 恩惠轮回了几百年 每次都是男而生 偏偏这次是女而生 但她的生命 虽然是无限轮回 但没事 都活不过二十岁 在剑满思念的时候出现 消灭剑满以后就消失 她在负责守护的范围内活动 活动的范围是5.38千米 她永远出不了这个范围 恩惠最大的愿望 就是可以活过二十岁 可以走出5.38千米的范围 看看外面的世界 阿英决定 帮助恩惠变成普通人 小强在阿英手中扭动 下一秒 直接塞进嘴里 阿英大口大口地 咀嚼着小强 他努力把小强 吃紧肚子 然而 咀嚼了5分钟 再张嘴 小强仅仅黏在舌头上 毫发无算 看来这东西 只有十万者可以吃掉 朋友拿掉阿英舌头上的小强 阿英很是失望 他想帮助恩惠 消除芥满 但是他的法界 对芥满毫无作用 想学着恩惠 吃下芥满 芥满又脚不碎 朋友给阿英介绍 让他去找百智通 阿英来到海鲜市场 百智通告诉阿英 想要失望者 变成普通人 就要切出他的胃 又告诉阿英 手术费需要两亿 阿英哪有这么多钱 好说歹说 将加到一亿五千元 然而阿英呢 还是付不切 幸好阿英的发小 阿彪说 他来出钱 阿英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恩惠 变成了普通人 就可以活过二十岁 面对这个好消息 恩惠却犹豫了 和同学们相处这么久 他已经深深爱上了同学们 如果贱满再肆虐 那学校和同学们 由谁来守护 面对只会被别人 着想的恩惠 阿英劝说他 要做自己 要为自己而活 经过恩惠再三的考虑 他还是拒绝了 阿英的好业 他喜欢这所学校 喜欢他负责的地方 更喜欢每一个同学 他不希望看到 他们被贱满伤害 尽管他渴望着 能走出5.38千米的范围 他无数次站在边界线上 看着别人轻而易举的跨越 自己却被禁锢在这里 但是为了他想守护的责任 还是拒绝变成一个普通人 阿英却没有放弃 他决定抓住所有的贱满 让恩惠全部吃下去 消灭了所有的贱满 恩惠就能安心做一个普通人 就不会有学生被贱满咬伤 阿英开始在学校里 没日没夜的抓贱满 全部收集到罐子里 由于只有恩惠和阿英 能看见贱满 在其他人眼里 他就是在抓公器 所有人都觉得阿英疯了 在学校里上蹿下跳 不知道在干什么 学生们把阿英的视频 拍下来发到网上 阿英呢 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他只想赶快抓光贱满 让恩惠全部吃下去 经过不懈的努力 阿英终于抓光了所有的贱满 桌子上 满满几罐子贱满 恩惠明白阿英的心意 他抓了一大半贱满 放进嘴里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这样吃太爽了 不一会儿 所有贱满都被恩惠吃了 这下不会咬人了 恩惠能安心的切除胃部了 做一个普通人 不再受世事轮回之苦 阿英把恩惠推进了手术室 恩惠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三名医生围住了恩惠 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 这个女孩竟然没有肚脐 医生跟恩惠做胃部切除手术 却找不到恩惠的肚脐 肚子竟然这么平缓 没有肚脐眼儿 他们不知道应该如何手术 医生打印邓小眼 面面相去 最后呢 还是决定手术 划开恩惠的肚皮 医生大吃一惊 天呐 恩惠竟然没有胃 里面有过挥动的小怪物 医生直接就切了下来 手术十分成功 神奇的是 恩惠为了这只小怪物 肚子上写着救济两个字 这两个字就像是施满者一生的使命 奉献自己救济别人 没有了胃 这样恩惠就应该成了普通人了吧 出院后 阿姨带着恩惠散心 恩惠说 想去5.38千米的边界处 她想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正常人 开车到了5.38千米的边界线 恩惠系上安全带 摇上车窗 紧紧闭上双眼 紧张地双肘握住安全带 车子启动 试过了5.38千米的边界线 恩惠什么事都没有 她终于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恩惠流下激动的泪水 恩惠曾无数次 站在边界线处 看着边轻易地穿过 现在的她终于自由了 以后的日子 她终于可以为自己活着 不再受边界线的控制 生命也不再会轮回 也终于可以活过20岁 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 不再受生命的控制 完成了恩惠的心愿 阿姨的发小阿飘 也要消失了 阿姨因为有阴阳眼 从小被大家排斥 只有发小一直对阿姨特别好 发小因意外丧生 就一直跟着阿姨 就连恩惠的手术费 也是发小出的 发小难受的身体蜷缩 阿姨意识到 发小要永远离开了 随后 发小的身体 逐渐变成灰烬 消失在阿姨的面前 阿姨赶快拿着盆 想接住灰烬 风泥吹 所有的灰烬都飘在空中 吹散了 却什么都没有留下 阿姨难过地站着那里 她注定是孤独的驱魔人 本篇完 本篇叫灵能教师安恩英 本期问帝 你身边有贪吃的同学吗 感觉她啥都爱吃 有的扣三个一 没有扣三个二 你的同学 有可能是石满者 下饭来保护我们的 所以要对她好一点 恩惠真厉害 吃了那么多小强 背叶见了她 都得佩服她 恩惠的胃好夸张 竟然是一个更大的小强 身上还写着字 让石满者做好事 本篇好看 欢迎去看原片 好了 本期我们就要这了 记得给伯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